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新衣拳是一個古老的拳種 它有五型、十二型和一些套路 這個五型拳總的來說是以披、奔、磚、砲、橫、五個拳種、五個拳發組成的 它跟古代的金木水浦圖相對應,所以稱為五型 這個我現在講的行衣拳是我的老師祖奎廷先生傳授的 祖老先生他是向李成一老先生學的 李成一老先生他跟隨了十年之久 所以他對行衣拳基本上是李成一老先生一派的行衣拳 所以他這個行衣拳也打得比較開展、紋、紮實 動作也比較正確一些 所以我把這個行衣拳基本上都學了下來 所以現在我把這個五型拳每一個動作把它講一講 那麼這個五型拳練的時候 主要現在要學那個我們過去大家都知道要站長 站長通稱我們就叫做三天式 三天式站長 三天式站長就是什麼叫三天式呢? 就是這個三肩向對啊 這個手指跟臂肩跟腳尖向對 三肩對 一般就叫三天式 所以這也是行衣拳的一個基本功啊 所以站長你站穩了、站好了 這個三天式就是說把整個身體動作完整的做成一個動作 是整個整個這個行衣拳的腰靈都集中在這個三天式裡面 所以今後練好這個三天式 在今後練其他形式的行衣拳呢 都有一定的幫助 有一定的基本功由了 那你這個下面就學起來就比較方便 而且以後的氣式什麼都是三天式開始 所以我爸先把這個三天式呢先說一說 現在請我們同學做一個三天式 這個三天式就是說 這個右腳在前面 是須部 這個中心位置呢 就是在這個三七分 前腳三分後腳七分 怎麼講三天式呢? 就是這個手指 這個手指對臂肩 手指對臂肩 高度對臂肩 這個前後對腳尖 就三間對相對 那麼就是說 它的腰靈就是說 頭要頂 行要竖 兩間列位要扣 手要承 鬆肩承奏 做完 這個做完 這個下面也要做完 也是鬆肩承奏做完 胯要鬆 兩膝要扣 兩膝要扣 兩膝稍微也要扣一點 腳尖要扎地 那麼鬆胯提崗 提崗 這是這個三天式 這個站呢 就是說你可以 站的時間長一點可以 腿酸呢 換足腳也可以 足油換一換 換一換 所以三天式呢 基本的要領是這樣 上升要隨之 不能往前衝 上升值 這是值的 這是值的 好 那麼休息吧 好 我謝謝大家講 第一個批拳 批拳呢 先請我的徒弟 烏捷 演練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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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現在我把這個屁拳基本上講解一下 講解一下它這個氣勢 這個氣勢它是這樣 氣勢它是右腳往前跨半步 這兩個手兩個拳頭往你擰 往你擰一下 擰一下這兩個肩膀也是要扣一下 要往裡面扣這個手扣一下 但是你要放鬆也不能用很大的力 不要用很大的力 自然的放鬆一點 這麼一扣 一扣一扣以後 這個拳 右拳從這兒 從胸部向上 一個無形的 無形的出去 無形出去 向上出去 在這個地方 跟這也跟臂肩一樣高 對不對 這不一扣眼高 那麼再後來 足腳再上來 那麼再出手 出腳 出去 這個手腳要騎 行翼拳最大的特點 手腳要騎 腳道拳道 腳道手道 這是一個最大的要求 最重要的一點 它就出去 腳出去 手要出去了 這個跟上次剛才講的三天是一樣 這個要求度度度三天是一樣的 都要腳尖對身體質 手要塌 那麼再收回來 收回來 一邊往下收 一邊這個手就抓拳了 這個手指要炸 炸手指 這個手也是練功夫 也是練功夫 這個拳 炸起來 往下炸 握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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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緊 這個拳不是像抬起拳的拳 你放鬆一點 這個拳是炸緊的 一邊握起來 手握得很緊 捲得很緊 一定要抓緊 抓緊 才練得出功夫一點 抓緊 往下抓 抓回來以後 這個兩個拳就往外擰 要往外擰了 扎到腹部前 腹部前也往外擰 往外擰 收到腰部 收到兩腰撤 兩腰撤 撤以後 這個身體往後住了 往後住 這個在足拳出去 足拳出去 出足拳的時候 足腳要轉一轉 足腳肩往外批 往外批 因為你後腳又要上步 收回來以後 出足拳 足腳往外批 這個身體就往前了 這個重心就往前了 這個是公布了 有公布 這個手就在走步 走步 側臂 走步 側面 走步 側面 這個拳有掌握 這個拳頭不是這麼出去了 而是拳頭有點擰的 這個小指對比劍 這個拳頭有這個講究的 小指對比劍 這個手就在這裡 再上步 這裡手靠一靠 再上步 出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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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要求也是一樣的 也是一樣的 再收回來 再扎回來 再扎回來 出去的時候 身體 肩膀往前鬆了 有點鬆的 身體是有點卸的 收回來以後 身體就轉直了 整個胸體就是往前的 不能轉到這邊去 收回來以後 身體轉正了 轉正以後 再出右腳 出右拳 這個小指也是對的 比劍 再上步 是不是 這是批拳 就是這樣子以後一直打 打長短不頂 長短根據你的長地 你打長一點也可以 打短一點也可以 打短一點也可以 打到一點的位置 那麼要回頭了 回頭還是收回來 先收回來 收回來以後身體 左腳在前面 那麼你就往右轉 右腳在前面 那你就往左轉 那麼現在我正好打到 左腳在前面 那麼我收回來 往右轉 這個就往右轉 右腳轉 左腳盡量轉轉 你轉的不能轉外置 那麼我這個右腳就提起來 提起來呢 就直接往前 往後方向 迈出去 腳尖還是往外 對不對 往外 再打出去 再往前批 對不對 還往前批 對不對 還往前批 好 再收回來 再打 你還是技術打 還是根據這個要求 頭要直 頭要頂 行要輸 肩要鬆 再往前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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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技術打 那麼再轉身 再轉身收回來 再轉過來 再轉過來 還是往這邊 是吧 這個腳一提 直接往外批 那麼這個倒是 也是跟前 跟這個腳要同步 收回來 腳一轉 這個全是出去 同步的 手跟腳一定要同步 你同步 再往批 往外批 批出去 所以這次就是批拳來回 可以練習 豬油都是一樣 那麼在收拾的時候呢 這個拳拉下來 拉下來 拉到腹部 腹部以後 兩拳兵起來 兵起來 兵起來了 重心往前移 後腳上來 好 站起來 手放下 接下來我講一下 講一下 是崩泉 那麼我想先把崩泉呢 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拳以后 回来 这个拳是旋转的 这个是旋转 旋转以后拉回来 拉回来是横拳 这个叫横拳 这个叫利拳 出去的时候是利拳 对不对 所以拉回来是横的 横过来要转一转 旋转一下横拳 在出去的时候 主拳要转过来 比利拳 所以出拳 跟脚一起同步 所以 这个行李宗盛就是说 脚到拳到 脚到拳到 啪啦出去拳到 所以跨步的时候 这个鞋不是一般的脉步 脉步品 所以这个腿 膝盖出去 腿能弯着 身体不能站起来 一直是保着这么弯水平 所以搓步的时候 就是这么搓 后脚跟 一出后脚跟 更近 更近以后 重心就做到这个后脚 对吧 出步 后脚跟上 所以这个 是走的时候 就是步跟全身 一致 同步 同步一致 是这样 那么转身呢 转身呢 这时候全把收回来 收回来 这个主角呢扣步 是扣这个钉子步 这个是钉子步 一扣步 这个眼睛 眼睛往右肩砍 想右转的话呢 一扣步眼睛往右肩砍 就砍后面了 就起 就起 那么起来了 就起来了 一收 一扣 起 就起来了 再往下批 这个批呢 就是说 这个步子呢 是交叉步 右脚 向右崴 这是迎成一个 这个用法里面呢 有一个踩 这么爬一踩 这个踩脚 这个一起 落步的时候 有个踩脚 批 这个批呢 也是要松肩成皱 这个后手 这个右手呢 就在 就在小幅前 是这么个动作 踩下去了 那么再打奔拳 那么再握拳 握拳呢 右脚呢 要转一转 这个右脚呢 这个右脚呢 往前转一转 转一转 再上主脚 再奔拳 所以这个里面很明显 这个是横拳 往前打的时候 这个拳就转过来了 往前转 转为立拳了 再收回来 再扣步 再骑 还是踩 这个手 这个手 右手在下面的话 在腹部前面 这个手呢 手指不能往下掉 手指还是握起来 握起来 握起来 好像有一定的威力性 握起来 再握拳上步 再动一动 停 这是 来回打 那么收拾呢 这个身体不站起来 右脚先往卸 卸后方 退步 退步以后 重心往右脚做 那么右拳 右拳就 是吧 横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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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心往后做的时候 这个足腿往后撤 这个拳东西出去 所以足腿往后撤的时候呢 这个拳也同时要出去 出去 这个两腿是橡胶 换腿一样的 橡胶了 橡胶以后往后做 那么再收拾 主脚上来 须部 两手 向外向上 合拢来 再往下 往下 到腹部前 再中心往前移 移到主脚 右脚 合并 下面呢 我再讲这个 钻拳 钻拳呢 先把钻拳演示一下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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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 一梅 回到三国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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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五 南 中心 红 三天四一刀都是一样的 三天四出来 这个钻拳就是说 这个拳头就是往上钻 往上钻 一吸步以后 前脚一动 这个右手马上也握拳 两手同时 右手跟握拳 左手就横过来 脚尖往外披 这三个动作都要一致的 不能先动脚后动手 先动手后动脚都不行 战好三天四以后 我要开始打了 一动就是 马上我拳 竹竹横过来 竹脚往外披 再上步 往上钻 这个就是往上钻的 拳头呢 这是横过来了 拳头要紧 这高地也是跟别界一样高 下面的时候呢 是往下压的 往下压 这个拳背朝上 全都往下压 基本上在这个咒部的下面 手部的下面 身体呢 后脚更上斑步 往后坐 再向前进 再开始翻张 翻张抱拳 再上竹脚 再上竹脚 这是一样 都是一样 竹油都是一样 再转过 这都是一样的 那么转身呢 这个转身 打好一个 那么右脚在前面 向竹转 向竹转 转身呢 那就是这个拳手放开了 放开 往左转 转过去 转过去以后 看 往前做 这个 右脚转的时候 左脚不动 右脚重心 再住在后面了 一上步以后 重心 住在主脚了 那么转身的时候 抱拳还是有的 这个掌就 从连前面翻过去 翻到后面 翻到后面 这个主脚不是逼了吗 猪就马上骑 就马上进 再进 再打一个 再进 那么刚才我打的是 连起来了 连起来也可以 连起来也可以 因为这来回打了以后 我这么着 打一个 再撞路 撞 撞 这也可以 因为初恋的时候呢 一步一步 连熟了 连换起来了 我连换 连起来穿 也可以 也可以 那么刚才转的 就是转过来 转过来 就是一个 收拾 用这个拳下来 也很比较简单的 到福布前 好 后脚上来 下面呢 我想把抛拳 接下来是抛拳 抛拳呢 它是五星里边呢 这个抛拳 说水 金木水嘛 这个抛说金 木 本说木 这个抛的就是说水 好 下面会先把抛拳演练一次 那一会儿 更好 我同意 这一会儿 我当然想要 你不看 这个抛拳 你也不看 我还是要 我也是 下面我想炮拳分解一下 这个气势还是一样 跟这个三天势 所以每个动作都是三天势起来 三天势起来 这个炮拳就是说 同样的要握拳 握拳以后 这个前脚主角是须部 那么须部先动一动 须部动一动右脚往前进步 进步两手就扎拳往回收 往回收 硬步又往回收 收回来的时候 这个两拳就是同时旋转 转为横拳 横拳在两腰侧 但是不要到后面去 不要到就在前面 腹部前面 腹部前面分开一点就行 分开一个拳头 这边分开 再进主角 那么这个脚呢 是蟹方向的 它不抛拳呢 是两个蟹角 一个都是四十五度 四十五度 这个蟹角打的 那么进的时候 这个进的时候 往蟹角打 是这个蟹角打 那么这个动作呢 就是这个动作呢 就是说 这么一收以后呢 这个右拳先起来半破 前来半破以后 这个足拳呢 足拳先起来半破 半破以后呢 这个右足拳呢 要去旋转 旋转 右拳呢 在腰部呢 也是同样 要转过来 这么进 所以这个进去呢 我防慢动作的话 这么一收 这脚一出去 这个转了 出去 所以这样是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 这个一足拳呢 这个足拳不是 不是这么爬 拿上去的 它是从一滴 一滴 悬护性的 这个悬护 就悬上起 就悬上起 所以一收 这么出去 再回来 上足脚 收回来 这个脚呢 右脚呢 往左脚跟 左扩脚呢 这个稍微 靠一靠 靠一靠呢 再右脚出去 这个全突出出去 再收回来 再突出出去 这是一个 那么再转身呢 再收回来 这扣步 这个左脚扣步 扣步以后 这个身体就往后看 往后看 在右脚呢 再收一收 靠一靠 再向右脚方打 右脚方打 再收 再往左脚方 是吧 这样子连环的 足有连环打 再收步 这收步的 收步就是扣步了 扣步这么一扣 这传过来 传过来 这个主脚就一靠 再往左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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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 所以打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转腰 转腰 所以这个拳出去 这个足拳呢 是往上出 这个右拳呢 跟着这个周部 这个周部再往下垂 这个周部要往下垂 这个肩也不能钢 这个肩钢上去也不行 来 是要松肩承舟嘛 松肩承舟 这周往下承舟 那么收拾 收拾的话呢 这个拳呢 主拳呢 从上面绕到腰部 要绕到腰部 这个右拳转过来 再往收拾往后一坐 这个 有个下蹦拳 下蹦拳 再两手 两拳分开 重心往前移 并不 现在我把五行的 最后一个横拳 演示一下 下面呢 我把这个横拳 这个讲解一下 横拳呢 属于五行中呢 最后一个 属于土 金木水河土的土 所以它是最后一个 这个项目 西施还是一样 这样起 三天寺 那么这个三天寺 它是一样的 那么初步呢 出拳 这个出拳呢 它这个横拳呢 是 术来是横的 术来是横 横走 这个右拳呢 这几种 这几种 这个足拳的下面 出去 那么足交 也同时出去 第一个 那么这个动作呢 这个横拳呢 练上练法上面呢 都比较 其他四个拳呢 稍微难一点 为什么难呢 难在什么地方呢 它这个动作呢 就是有点 有点横过来 有点立过来 要有点立的 这个拳也要立 这个拳呢 是立的 这个脚呢 主脚呢 有点扣 往前扣 大概四十度 后脚呢 是直的 后脚又不能 跟到后面去 这个直的 那么下面这个拳呢 是往下压的 就下去呢 这个足脚呢 再走一步 往这个蝎 蝎脚走一步 走一步呢 这个右脚呢 上来呢 要沿着这个脚呢 再往前扣步 这个步子就是说 少许难一点 扣步 上去扣步以后 这个右足拳呢 再往右拳下面 打出去 营成这样一个动作 营成这样一个姿势 所以下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右脚是斜的 足脚呢 是直的 所以营成一个 这个有点蝎 蝎踢式的样子 蝎踢影 这个这样的 所以这个横拳呢 速成横拳 都是正方向 正看我 正方向看我是蝎的 蝎方向看过来 我是正的 它这个动作 以形状是这样的 再走一步 这个拳 从这儿出去 后脚是这么梗 前脚是扣 那么转身呢 转身呢 那么右足脚在前面 那么它这个转呢 也是这么扣步 扣步以后 右脚收一收 靠一靠 再往这边打 打这个 这一个 那同样是 先走前脚 后脚跟上去 走 这么走 又展身 这个扣步 扣步以后 右脚 足脚收回来 收回来 这个拳呢 从此 足手底下 看出去 所以这个两肩 头要顶 胸要松 两肩 两肩扣 这个两个膝盖呢 两个膝盖也是扣着 可以有时候要碰到的 两个膝盖是顶住的 也可以顶住的 顶住 这个膝盖有点顶住 可以顶住 顶住了以后呢 这个身体就稳住了 就稳了 再上步以后 再顶住 一定要顶住 那么这个拳头高步 高动 也是跟臂肩一样高 那么收拾 收拾呢 这个脚呢 足叫转直了 这个右拳下来 把腹部 再冰脚 下转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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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